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8月28日 星期日 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記得Like星期二日報這邊的頻道 還有多點支持Patreon 好了 開始 話說上水上星期發生了一宗黑幫的截車斬人案 事發在上星期一的22號深夜11點45分 有一位姓陳的男子報案說 自己在上水、扶興街及新康街交界 就被兩輛私家車前後包抄逼停他 這位姓陳的男子馬上鎖了車門 不過 對方有備而來 四個黑衣人下車 手持刀、棍等武器打爛了大人幕和車的玻璃門 繼而將他拖出車上毆打 手指亦被斬傷 施殺者隨後登上兩輛車逃去 陳姓男子被送去北區醫院游救護車 自理好後都出院了 嘩!幾快手啊! 在同一晚 即當時22號深夜11點45分 即是他被斬 即晚 夜晚4點51分 警方接報位於一間上水新見街的酒吧 和另一間在新風路的食市 各自被一輛私家車撞位捲襲 警方接報到場後發現 嘩!都見到那兩輛私家車 但私家車司機又不在 而且兩輛車都是塞車 這宗案件交給新界北總區 反三合會行動組第二隊的人員 接手調查這宗案 他們調查過後覺得這兩宗案都是有關的 警方在25至27日期間在上水展開拘捕行動 以商人、刑事委壞等拘捕了6名男子 年齡介乎35歲至63歲 而當日被斬傷的姓陳那位男子 即是他27歲 涉嫌刑事委壞 行使虛假文件和未經授權而取用運輸工具被捕 不過現在拘捕了7個人都已經可以保釋後查 但在9月10月就要跟警方報道 其實整個故事很簡單 一聽就明白 可能沒多久江湖這場腥風血雨就來臨 即是你打我打我覆卓打來打去 以上的內容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見識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